请收看《维新世界》一经风水面面观 请收看《维新世界》一经风水面面观 一经风水面面观 一经风水面面观 一经的范围 一所用的 八万四千种的范围 修行 数学 家庭 他们的健康 种种都离不开疫情 风水的温泉 就是我们人的思想和行为 我们佛家所说的 食空不耳 食食为水 风食为空 所以食空不耳 都是我们人的经历 幸福我们人的思想和行为 所以我们人每一天 都生活在风水里面 国家可以不相信风水 但是我们不可以 效仁的风水存在 我们可以不相信风水 但是我们离不开风水日生活 我们搭在风水里面 这是真理 这不是刹率 这不是霉心 我这么多年来 曾经过 结縁三十几万人的信度中间 奥奥 他对风水的法 原来尊重一些 人不做 人不做 自己信风水就会我 没问题 人要做 但是人要做 我们要了解风水是什么 风水就是人的思想和行为 都是ladı跟行为 监少 – 浩浑明先生 所有的学生 在第一个行为 学業自行合意 也就是风水 所以我们对风水的妙法 我們若是以一個真正科學、理性來研究他 我相信,我們法國風水跟我們的生活、生命很密切的關係 相對,我們一個人站在世間 在日常轉化,生活以外 我們每一天所大的環境、基礎的環境 在家裡,我們所大就是騎腳的環境 離開、家裡外,我們就辦公帳 辦公帳的為止,也是影響到我們一天 第二部的生命發揮我們的原動力 表現我們原動力,我們的潛在能力的地方 也就是我們製造很多需要,利益大眾 創造需要,攻擊善言,成就無上公的地方 所以辦公帳的為止,現在就非常非常重要 我看過很多的潛在市場,他的辦公帳 我們來的一間十四間 他成立做得很好 換了一間更大間之後 所以經常冷氣,思覺失敗知道 只有很大的辦公室 我正經看母舊的信徒 他思覺做得很成功 他要換一個新的地方 我說沒有人 下廚才會付 下廚,狹窄的房屋,小房屋才會付 要是甚麼道理 下廚人家來沒那麼多 下廚人家的心理 我說你有得發達這幾年 你怎麼得失去人家 有人家跟你欺負說你的辦公帳太多嗎 沒有 是不是這樣 我告訴你,如果加速換了 你會影響你的事業 他們是三萬人 因為你現在要搬去這間辦公帳 你怎麼會這樣 這麼大的行人 大大的行人 兩民國流起來 重點行人 剛才搶到你這間辦公帳 你要做這間辦公帳也好 或是買也好 他說我買了 買了,你給我麻煩 他就很拗老 他要怎樣 人家都很好 賣家都很好 他就說這很好 大發 我說沒不對 我家事 我會給我開課 開課吃,這很好 我會給他調整 如果沒有調整 這間辦公帳也很賣 你必須要 你先另外去請民宿 把你當心調整你的辦公帳的規定 雖然一間一賣 但是你要想 你大間辦公帳 你有一個辦公帳 你要想想到那個行人 不要讓我直接穿到 這樣來 你坐著坐著會穿 你就會穿 那麼這位先生 他就照我說的意見 張醫道為我看 這樣從山底打下去 就穿得不穿到 半個大 順勢順勢 但是那邊穿穿那邊 全天都穿不穿 這樣穿穿貼的就辦公室你重要 他真的說老叔謝謝 我生理會很少年 我給你記住我 這樣我財富完工的 穿完都坐不穿不知道是誰 住不穿 我就行衝 不管是誰 我因為我們人目酒看到 我們人的五官很厲害 經過目酒所看到的感官 那一車一車進來的時候 你沒有行動的 直接穿一樓來 你會翻車出來 翻車什麼 表達出來的我們的行為 哎呀坐不穿 我不要穿了 我要換位 唉唷我怎麼辦 你為什麼不說 說不出來 所以現在這個信徒在主 以前老叔 我安工坐不穿 要怎麼辦 我比較簡單 行衝這邊 你把雜貨 光線上面拖下來 你在辦公大樓這樣 讓我們的眼光 你不要直接去看路窗 直接過這樣 現在把官櫃 過台中的管理師 面前比較密化起來 辦公圈就穩穩穩穩穩穩 請小姐解標 正願解標 所以在辦公圈的威力 不是完全的賣 我們經過我們的思考 經過我們人的心理 跟環境學 我們就配合 那麼辦公圈的威力 我們今天開始會說很多片 希望各位 如果有興趣 我們後來繼續 我向各位介紹 感慨 這個辦公圈的威力 當然有真正的描述 我希望一願 向各位解釋 歷史不足的各位 不用客氣 教我資格 今天這次到這裡的大路 祝福各位 我勉強平安 首要信性 歷史楊 謝忙聖師 我們從開始報 悦經風水明明官 這個歷史楊 八天 這段時候 聖門 謝忙聖師 沒有受到這個結婚的時間 我們來共同來探討風水的描發 這段時間在到很多十方勝地式的歡迎 希望在鋼腔方面的風水會覺得多 那麼鋼腔的方向也是堅持到辦公室 我們現在要繼續跟各位介紹辦公室 鋼腔的辦公室跟公司的辦公室 有的是作為有的沒有作為 那麼至於鋼腔的辦公室 我們等待這個半夜前後才跟各位來介紹 來考慮 那麼我們今天要是跟各位感慨 這個一般辦公大樓還是辦公室的選抵方法 下來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我們辦公室的選抵 然後說堅固 鋼腔 要真的鋼 鋼腔 要穿著 鋼腔 要自由 不會太嚴 因為我們辦公室選抵方法 我們有的家 辦公室選抵方法 鋼腔在大樓 鋼腔在那裡 鋼腔 如果鋼腔在那裡 如果鋼腔在那裡 我們可以在討論 用得比較柔 創臉 做得比較柔 我們有的人 我們要做一個鋼腔 我們要做一個鋼腔 我們要努力 這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辦公室選抵方法 日頭早就受嚴重 裡面是受熱 受熱 心就煩 氣就復所 心煩氣復所的時候 我們每月辦公室 或是我們自己主機 心會煩 貼火 會失火 這都很多雷口損 再來呢 我們這個辦公室 要開攏 不用擲 我們這裡這裡的辦公室 在那裡 溫溫悄悄 溫悄悄 溫悄悄的 我們第一次 待在辦公室上班了 心就先縮掉了 我們要開攏 然後出門 溫溫悄悄 我們處理 到處碰壁 我們可以開攏 即使我們出來 我們要不要緊 但是我們一般 辦公室 盡量比較清幽 比較開攏 這非常重要 要有辦公室 這個空氣 我們剛才創業的人 創業是說簡單 我們要創業一間 十歲一間沒關係 摸到 小一間沒關係 但是有空氣的對流 炒火 一定百死不孫 外面 辦公室選到裡面 好像很病 覺得心會客氣 真的會 覺得自己孫子不開來 所以我們選到這個好辦公室 開攏 我們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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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問向的方法 我們老實在 他後面這個時間 跟國語來解釋 再來我們的大樓 公公都有空調 還是雞氣 我們認識說 我們的辦公室 我們剛才出來 問剛才出來 請兵 好夫婦 請兵 請兵 雞氣 這樣檢驗 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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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秋風雞 或是空調 大雞 什麼 有這些問題 是嗎 我希望各位 好夫婦 好夫婦 這個 當然 我們辦公室這間 比較沒有編 我們要辦公室 我們選 我們選 一樓 這面是沒關係 但是 正兵 好夫婦 有這個 兵器 在幫 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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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我們要做 阿弩米門 阿弩米湯 忌器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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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的辦公室 都不是真的 理想的辦公室 我們就另外再找 因為人家事業 人家的店 人家的管理 我們不再找 我們就算一下就好了 我們不要做考驗 我們就算一下 無編 所以 我們家事業的辦公室選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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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差勞 我們這個辦公室 都不是我們 做 隔壁的辦公室 要 我們辦公室要 隔壁 長風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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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門開出 好外面 風雙雙雙雙 門開就開不開 風雙雙雙 那些人 這種辦公室不是很理想的辦公室 保佑我們自己人 大家在大路 祝我們各位學家平安 我是十方勝地社 我們自國以來 有一個三分之一風水 三分之一怕疲 三分之一是命 每一個人要命 牽涉到前世 善因 奧因 所以三世 因果 會命 再來就打拼 大家來到世間 都會要打拼 為什麼要打拼呢 打拼到沒有一個結果 之後這個人 沒有認識自己做的工作 沒有認識自己的能力 或是自己唱是不夠 所以他打拼才沒有結果 但是有的人 他了解自己的專長 努力去打拼 打拼結果 他說 要是不如我 還是不孫師 點點多多 多多點點 這種人也很多 很多 因為我們結婚才是十方勝地式 打拼的人很多 但是不如他的人有那麼多 我這麼專長把雙線 把他整個觀察 把他檢討他的辦公廳 有關的嗎 結果發生就是在他的辦公廳 然後他的辦公廳 經過他依照 我們不如我們看一看 我們不如說 現空會心 現空法 客家推出什麼 這間辦公廳對你會下 但是他們都會下他的方位 下他的名字 為什麼不順勢 這個問題是有很多很多 所以我現在 雙世家檢討辦公廳 現場給我看看 發覺到辦公廳的位置 真的沒有入法就對了 那麼我檢討的結果 我請問這個信眾 我說 你這個房子沒有請人家看 後來看見你有下輩的名字 因為有人說下輩的名字 我這麼大 後來我來做奶米 這麼多種類就對了 所以我 經過雙世家統計 整個街上 辦公廳的位置 方向 和八字名無關 沒有 不是這樣就完全 沒這樣就大部分的關係 那麼 有幾多有一間 我看見就是他在老頂 老頂就鐵片的家 那他就在老頂就不斷 他說你這個 當公廳 麵頂太熱了 都鐵片 他就說冷氣 冷氣到這兩回數 當一個外面很熱 裡面冷氣一夾 人會產生悶 要不開冷氣的時候 雙方很熱 所以沒關係 特別是這樣 所以無影到我們的社袍 劃 冷 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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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所以 造型 頭綠 頭綠 身體的機靈 所以我們的地復 判斷須 這個地復 大大做好平 那麼我們這個信徒 我告訴你住宇宙 最好如果有我住宇宙 用其他的蓋子蓋的那樣的岩 如果沒有就換位 那麼這個信徒就換位了 換位了 這樣轉的 順利起來 要我一個例子 有人是基基基盤一下 基基基盤 基基盤一下 人路上 人平常的家驚 那麼醫在家庭辦公廳 主人在家庭辦公廳 面上擠起骨 心頭的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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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安 所以本身的辦公廳裡面 店鋪是亂的 無論是你辦公廳在賣民 或是在民營 反正上下流激氣了 邊邊邊邊 這間辦公廳 我們無論什麼名字有名 住到無名的 這點要盡注意 要有一種家 我們在高樓 辦公大樓 辦公大樓賣民 剛在車頭 賣民車頭 來來去去車去去去去去 你坐在面上 車在車去去 不安 地靈不安 所以不安的時候 你坐辦公廳面上 怎麼坐在家 出頭天呢 台北那些 十間做 八間做 九間做 要不做的 萬人真近就做 真的這種家 像我所發生所悟的這種家 你要坐辦公廳 不是真的合理 所以譬如說 我們一間辦公廳 你坐辦公廳 自己負責人 你剛才在車頭 車頭 四個走的 去去滑滑 地靈倒下去 或是 跳高起來 剛才中庭 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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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坐辦公廳 你坐辦公廳 你就不會安穩 不會安定 如果這樣 你隨便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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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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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那要有我們的空氣會流通 還會進入台路 環境整理比較漂亮 這樣會已經比較好 色彰壹陽的得更好 要晃得更好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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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